专注看着荧幕埋头苦干 上班组努力上班 就是为了让老板看到自己的辛劳成果 有机会可以加薪 不期待 这是必须的吧 一定要的 口头承诺而已 对对对 通常都会画一些大饼 加薪还是会啊 就如果有的话最好 有民众很期待 有民众似乎已经看破了 而根据国贷金控2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10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 超过六成民众都认为 未来半年加薪无望 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人认为 明年任职单位薪资调涨大于百分之三 还有百分之六十八的人预期 明年通膨高于百分之二 薪水都还没涨 但是物价似乎已经涨得让民众很有感 生活压力蛮大的 现在的韭菜一斤都要一百块 那以前才四十块 那个钱就可以买鸡买肉了 现在一千块 买一只鸡差不多了 没有了 而对此政府做出了应对措施 最低工资联九涨 台湾自明年一月一号起 最低工资从月薪两万七千四百七十元 调升至两万八千五百九十块 而时薪从一百八十三元 调升到一百九十块 再加上面对军工教 明年度也可能调薪 就是希望带动企业调薪 不过是否有可能会造成通膨螺旋 人事成本增加之后 他有可能会把部分转价到他的商品的售价 可能会对通膨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为螺旋市的这个薪资上涨 他必须是我们我们各个产业的薪资全面上涨 虽然专家认为台湾不会有通膨螺旋 但物价猛涨加薪却动也不动 而老百姓也只能咬牙苦成 三立新闻徐国恒阳指玉台北报导